这是一只无人敢招惹的野猪 只因为它的嘴曾经咬死过65万人 还霸占了宇宙巨大宝藏的藏宝图 并在地狱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直到这天出了意外 一只猴子为野猪献上了价值8亿的金猪 只为瞻仰下藏宝图 贪财的野猪看到昂贵的金块 两眼放光 于是一个响指就让手下把藏宝图丢了过去 万万没想到 那只纯金的小猪居然是假的 猴子这件事情败露 直接启动了灭霸手套 一边挑衅他 一边带着藏宝图逃之夭夭 一顿闪斩腾挪 跳上了蜘蛛精的车 野猪被激怒了 派出了精良部队 谁知美女不但皮肤粉嫩 还会大招两袖青蛇 硬是躲开了导弹的追杀 他们凯旋而归 原来他们是银河护卫 为了捍卫宇宙的秩序 他们必须提前找到宝藏 并妥善安置 他们根据地图指示 来到了冰雪世界 开始没日没夜的搜寻宝藏 但万万没想到 野猪在女巫的帮助下 以厨师的身份 潜入了护卫队 他想要夺回地图 可还没等他动手 就迎来了巨大的危险 突然一阵巨响 猴子赶忙起身查看 原来不远处掀起了一阵巨浪 巨浪前进的速度极快 强大的气流 瞬间就爆破了 飞船上的所有玻璃 勘探小队也被击飞 美女冲击气流中 想要想办法支援队友 可万万没想到 飞船里居然出现了蓝灵王 美女跳下飞船 和队友并肩作战 飞船已经破碎 他们只能为了保护地图 殊死一搏 突然 这场争夺宝藏图的战争 持续了500年 护卫队最终赢得了胜利 野猪破败的只能吸苍蝇为生 而护卫队也只剩下了孤独的猴子 她也终将会为汉卫和平 而战斗到底 小阵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女人 惹得所有男人都移不开眼 今天她又是一套黑色礼服 突然她退去外套 她不屑的摇摇头 好像在说 男人们你们完了 随后她又脱下手套 露出了雪白性感的双肩 嘟嘟唇随便一咬 另一只手套就脱了下来 随手这么一扔 就让所有男人都乱成了一团 是的 她就是来搞事情的 15年前她只有5岁 就被小阵上所有人 以杀害镇长儿子的罪名 驱逐出小阵 还逼疯了她的母亲 而现在她是巴黎顶级采放 她以锦还乡 此次必须弄明白 是谁陷害她 她要报仇 于是她不仅要炸裂出场 还要做一件大事情 她先是找到全阵最丑陋的女孩 给了她一张名片 包装后 让这个女孩惊艳出场 成功俘获了一位富二代男友 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消息一出 轰动了整个小阵 昨天还在唾弃她的一群女人 今天就不知羞耻的 纷纷找她来定制礼服 山菜的复仇 也从此悄悄开始 当年由于受到强烈刺激 失去了那段 有关自己杀人的记忆 所以凡是来找她制作礼服的人 都要告诉她一条关于当年的信息 几天后 穷苦的小镇上 出现了很多身着华丽的贵妇 随后她又送给警局的局长 一些华丽的布料 局长有练裙屁 并答应几天后 给她当年的档案 来换取一件华服 夫人也来了 因为就在刚刚 她看见镇长在偷情 所以她要变美 赢回老公的心 但交换来的信息却是 镇长告诉她 她的儿子是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的 事情的真相似乎除了自己 没有人知道 这天镇长夫人参加婚礼 一下车就惊艳了全场 而山菜也在此时 得到了警局的档案 但山菜的老师 却坐在了她的身边 还告诉她 山菜杀死了她的儿子 一下重重的刺激到了她 曾经儿子的死 折磨了自己彻夜难眠 现在又穿着仇人亲手做的礼服 她瞬间崩溃 疯狂的大吼山菜 昔日的旧伤疤又一次公之于众 山菜拼命的解释 但根本没有人相信 唯一出来解围的人 只有小帅 还强行拉她到 曾经她忘记杀人的地方 原来十年前 山菜的妈妈未婚先遇 生下了她 遭到全镇人的唾弃 世俗的偏见 让所有的错误 都指向了这个五岁小女孩 她会经常被同龄的孩子欺负 尤其是镇长的儿子 她总拿她做把手 死命的撞她的肚子 课堂上镇长的儿子诬陷她 老师也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她 她去药店买药 也会受到讽刺 说她不配活着 直到一天 镇长的儿子叫她去捡球 却被另一个女孩 扔到更远的地方 还烦要她故意的 于是被一群孩子追着打 不得已她躲到栏杆上 站了很久 等到她下来时 被镇长的儿子一把捂住 老师看见后 却拉上了窗帘 镇长的儿子把她推到墙上 叫她听话 否则就杀了她的妈妈 山菜害怕极了 而镇长的儿子却准备好 把山菜撞死在墙上 就在要撞到山菜时 山菜一个闪现 镇长的儿子重重的顶在墙上 脖子被扭断 当场死亡 小帅告诉她 你不是凶手 她的弟弟当年看到了一切 想起一切的山菜十分痛苦 因为自己杀人的事 一直是自己挥之不去的噩梦 解开心结的山菜 接受了小帅的爱意 也感受到了从没有过的幸福 但小帅却意外掉进了骨仓 窒息而死 小镇上那些曾经被山菜帮助过的女人 又一次在背后议论 她是灾星 是她害死了小帅 在痛失爱人和流言的双重打击下 山菜一病不起 更可怕的是 妈妈外出意外中风 镇长却蒙上了自己的瞎眼 而全镇的人都不愿意帮助她的妈妈 导致错过了救治 去世了 山菜彻底黑化 她给了医生妻子一盒大麻糕点 因为医生患有怪病 只要走起来就停不下来 每次都要妻子用包顶下停住 而这次妻子已经神志不清 她冲了过去 于是她掉进了水里 淹死了 而后她又去了镇长家 告诉了镇长夫人 有关镇长的更多丑恶 原来山菜是她的女儿 为了骗夫人的钱财 抛弃了山菜母女 陛下把山菜赶出小镇 控制妈妈 满足她的欲望 镇长夫人一把割断了镇长的绞尽 让她流干血死亡 最后趁全镇人去演出比赛 山菜一把火点燃了过去的一切 还铺上了大红毯 浇满汽油 流到小镇的每个角落 等到小丑们回来 小镇已经是一片火海 山菜拎着箱子 踏上了火车 列车员看见远处的浓烟 说这垃圾烧的有点多 是啊 垃圾是真多 所以千万不要惹女人 哪怕她只有五岁 因为女子报仇 十五年不晚 这个没穿内衣的女人 在公路上碰见了一起惨案 两个男人被摩托车撞飞 一前一后的躺在马路旁 受了重伤 周围还横着两把M4 和一个戴手铐的密码箱 精明的女人意识到 这绝对不是交通事故 那么简单 其中一个男人正在拼命的伸手 向女人求救 但她根本不敢多停留一秒 她赶紧继续向前开 突然她停下了车 关掉了音乐 观察了一下四周后 决定拨打报警电话 在拨通的0.01秒 她果断的挂断了 女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她先把车熄火 然后拿出自己的工具箱 将两股线固定在工具箱上 又将线穿针走线的穿过后视镜 再打开车窗 放到车外 随后她观察了一下距离 下车拉扯着两根线 向两个重伤的男人走去 她将一根线穿过男人的手铐 然后再将线固定在手铐男的鞋上 随后又看向了另一个男人 男人极度恐惧 但又受了重伤 动弹不得 也只能任凭女人摆布 女人用力的将另一个男人 拖到手铐男的对面 再将手铐男鞋上的线取下 用另一根线穿过男人的衣服 做好一切后 女人拉扯着线 开始向后面走去 最后固定在两把枪上 为了确保万物一失 女人还一路沿线检查 直到最后 女人上了车 启动了汽车 又打开了那首她最爱的音乐 将汽车的马力开到最大 飞奔了出去 随后切一线拉着枪 迅速收回 两个人迅速捡起枪 两声枪响后 女人停下了车 随后迅速倒车 她捡起地上的密码箱 扬长而去 女人完美的制造了两个人 因为火拼致死的现场 可你看出她的破寨了吗